I got gun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spirit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I got gun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spirit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哈囉 大家早安 我是Sereen 其實我也不知道就是vlog到底有沒有 就是講我是Sereen 就是感覺跟vlog好像蠻不符合 然後FYI就是那個字念Sereen Sereen就是我的名字 然後它同時也是一個英文單字 就是它也是一個形容詞 就形容很平靜的 平緩的 就是peaceful這樣 所以通常就是我introduce myself的時候 我覺得說 嗨,我是Sereen 然後會加一句說 like peaceful 就是那個字的意思是peaceful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的名字叫Ben 所以我跟他就是講我的名字之後 他就要回講嘛 他就說 就是I'm Ben 然後他想了一下說 like the car 然後 這個我覺得很好笑嘛 就他就說 你的就是peaceful 然後我的就是card 我覺得我的笑點真的就是挺低的 所以 OK 所以今天是星期二 然後我要先去吃個早餐 現在大概早上9點 9點 那我今天早上沒有課 就我第一堂是下午3點05分 但是就是因為我今天 早上就星期二早上都會去當TA 就是calculus 呃 微積分的就是助教 所以就我要去帶那個lab 這個我們邊走邊講 好,我先去買早餐 肚子有點餓 就其實平常 就有時候我睡太晚 我就會skip早餐 但今天就是想說 要拍這個 所以我就特別設了鬧鐘 就是早起 帶大家一起去 好啦,吃早餐去 想要盡快走到室內 OK 所以 今天早上那個微積分 就是 因為我 我今年大二嘛 然後我大一的時候有修過 就是我修了一整年 我上下學期都有修 就是calc1跟calc2 然後 修完之後 因為我本來就是那種 就我蠻喜歡數學的 就是我的理組 我高中是三類組的嘛 就比較偏理科的 所以說我對數學其實 就是蠻在行的 然後那時候 就修完之後老師 就我就 成績還不錯 所以老師就問我說 想不想當助教 因為遲到分助教都是 大師生 跟就是graduate 就是研究所的學生 像跟我搭檔的 就是我的partner 就是 他就是一個大師 senior 然後像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會帶那個lab section 就我們 不能說實驗課 但我覺得就是比較像 應用分析的課 所以一般的math 它有三個lecture 就是 星期一、三、五吧 那星期二的話 就是實驗課 就是應用分析的課 所以它可能會 有就是那種 比較真實事件 會發生的問題 然後要你用 就是你所學去解決 通常這個是比較就是 小組討論那種 所以他們會分組 然後我們就是去supervise 就是 確保說他們 有達到正確的結論 類似那樣 然後會有小組報告要交 通常我們也要幫忙 就是改那些小組報告 或者是考試的時候去檢考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一開始老師問我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點 我那時候有點覺得 因為英文並不是我們母語嗎 然後去就是解釋一些數學 就數學很多術語嘛 然後我又是就是大概 就是裡面大部分都是比我年長 所以我一開始其實 滿不想要 但後來就覺得說 就是這是一個還滿不錯的練習 就是磨練這樣子 而且是賠 這個是有付錢的 它連就是你travel的時間 都也會給你賠 所以我就覺得好吧 就是來試試看 那我覺得這一個學期下來的感覺 就覺得就真的還不錯 就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所以有時候很多時候其實就是 自己下自己的感覺 那TA其他的duty 包括就是我們有那個help room 我們也要去那邊幫忙 就是有點像那種解題式 就是我們一週一定要待兩個小時 但如果譬如說我那週就是缺錢 或是看到就是 你喜歡的衣服想要買 沒有錢的時候 我就會多待幾個小時 就可以就可以賺更多這樣 所以我覺得滿就是flexible的 而且就是我很喜歡 那個數學老師的一個女生 就是我那時候大衣秀的時候 就是跟他很好 所以 總而言之我覺得是 就很不錯的 很不錯的工作 嗨我現在已經到室內了 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手機突然就自己關機 所以 剛才那個路到一半就被卡掉了 不過我先去買早餐 等一下再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一個字幕太太寫了 會不會很久 他就很失敵 很久 我一定會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spent a lot of nights on the run 嗨 是我吃完了 然后现在大概是9点50分 然后是我有点时间跟大家讲的 因为我那课是10点半嘛 然后因为它在另外一个校区要搭公车 所以我大概10点左右要出发 现在还有点时间 然后我刚刚在就是我们的comment room吃饭 就是所有的dorm都会有他们的comment room 就是公共空间你可以在那边写功课或是玩 像我们的comment room就有撞球桌跟那个乒乓球桌 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跟我搭档的那个男生 是一个大四的学生 他是主秀经纪 那等一下如果他不介意的话 我应该会拍给大家看 我们这两课大概是到12点15分 其实确切5点晚好像是12点15分吧 因为通常之后我们会就是一起吃午餐这样 所以我要准备去搭公车 然后我几乎每次都在公司上遇到他 所以等一下可能也会在公司上遇到吧 所以好啦 先这样咯 哦对 然后今天的穿搭就是 我里面是一件 OK 就是深蓝色的洋装 然后上面有很多就是交通符号的标志 交通符号 交通标志 天啊我有一点忘记就是正确的名称是什么 反正就是那个交通号制 然后外面 然后这是微微的就是小高领 就其实我蛮喜欢穿这种 就是半高领 不是完全高领的衣服啊 然后外面的外套是一件就是 芥末黄 而且它材质其实蛮硬挺的 所以其实就是如果你有这种外套 如果你搭就是有跟的鞋子的话 就是比较 会比较女人味一点 就比较优雅一点 那你也可以搭靴子 像我今天就是搭靴子 因为就这种雪恩风感觉的外套 嗯 其实搭靴子就是我觉得蛮活泼那种青春感 就是其实我平常蛮不喜欢青春感 但是今天刚好我的靴子是新买的 所以我就迫不起在想穿 然后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反折袖口 因为我觉得就是 反折有一种就是干练的感觉 而且重点是如果里面颜色是不一样的时候 就通常在袖口撞色或是领口撞色 就都蛮好看的 那这是今天的靴子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它其实有就是 一圈一圈一个环 就不一样的颜色 那我觉得因为这种设计就很像你在穿袜子 但你又不是真的在穿袜子 所以脚会看起来比较纤细 我觉得啊 那就是我很喜欢这双鞋子 它鞋尖是就是棕色的鸡皮 然后它其他的部分是就是 就是酒红色比较亮面的皮 那我很喜欢两种材质 就是混在一起的感觉 就很特别 哦还有这是平底鞋 就是你知道我其实很少有平底鞋 我通常都是有根的 但就是因为它那个圈环 就是它在脚踝 那边圈环的设计 我觉得就看起来非常显瘦 所以就最后还是买了 然后就是很满意 所以我们也认识到这个节奏 我们也认识到这个节奏 我们也认识到这个节奏 哇 恭喜 谢谢 我还感觉到这样子 我感觉到就是金钱 在这种中央的 那是什么 那我可以安静 然后休息一下 就会休息一下 然后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说嗨 嗨 嗨 像是习�雅的吗 嗯 不是 但是 对 因为它们的样子 都在这种程度 所以就等了一整整天 你可以先继续 啊,所以就先继续 哦,so你不需要继续 嗯,然后在拉前 然后,在拉前 在拉前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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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 然后 然后 但这女人 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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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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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完課囉 喔啊我現在在等Joy 就我那個partner她要去換衣服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可能跟她是游泳隊的有關系吧 他們早上有練習 然後她 他就想去換衣服 現在大概是12點半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一起去 就是Wass canvas吃中餐這樣 你們又會再在我的影片 真的嗎 對 可以做得更多的 是的 我不能把食材混在一起 你不能把食材混在一起 你不能把食材混在一起 不 我只能把食材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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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你再次用食材 我使用食材料 我使用食材料 因为我吃太快 我吃太多了 它正在一起嗎 是的 吃完飯了 因為我下堂課大概三點多才要上 所以我現在想去寫點功課 外面超冷的 等我進室內再說 好冷喔 到室內了 所以比較溫暖一點 所以我下堂課是三點零五分 然後是一堂B&S的課 那現在才就是一點多 所以我還有一點時間 那B&S的全名就是 Visual and Media Studies 所以它就是視覺媒體嘛 那這是我另外一個主修 雖然現在狠狠狠有可能變成主修 但是就我還在考慮 對 這堂課的主題是網頁設計 它就叫做 Website Design and Narratives 所以Narrative就有點像 如何去 有點像Storytolic 因為我覺得很多藝術的形式 就是感覺就是在講一個故事 比如說我設計一個網頁 那很多就是這個網頁裡的部分 都是在塑造你一整個故事 就是這樣好了 雖然我們這個課的主題是網頁設計嘛 但是我們上的課涵蓋是非常廣的範圍 像有一堂課老師就帶我們去 有點像校外教學有沒有 我們去一家二手商店 題外話 只有我覺得這很愛演嘛 這邊 等下再綁他 大家就忽略這個 所以那堂課是我們去那家二手商店 叫做Scrap Exchange 然後它就是有賣非常多 就是任何你想得到的 就它裡面有賣一些舊衣服 一些舊飾品 就二手的飾品 然後家裡的擺設用品 然後像收納盒 或是椅子 或是布料 什麼都有賣 就它還有賣化學器材 那堂課老師帶我們去那邊 是為了一個作業 就是它是給每個人十塊美金 然後就說 你用這十塊美金可以買任何東西 然後你要用你買的這些東西 就創造一個object that will represent yourself 那下堂課你就要把你造出來的這個object 就是帶到課堂上 然後跟同學分享為什麼這個可以 represent yourself 那我覺得這個作業就 就是非常accurate的總結了我們這堂課的目的 就是storytelling 但只是它用網頁設計的方式表現出來 所以我記得我們有另外一堂課 就是我們要看Steve Jobs 就是賈博士的那個自傳 然後我們也要在一週內吧 就是七百多元的自傳看完 那不是重點 然後我覺得像可能很多同學會說 為什麼我們要看這個 這個我們的課不是網頁設計嗎 但我覺得老師應該是覺得說 就是Apple是一個塑造品牌形象非常成功的一個 一個品牌 所以他想要讓我們去學就是裡面的理念嘛 所以為什麼要看那本書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整堂課其實非常有趣 就學的東西很多 然後我記得我們交那個 就是essay報告的時候 就是讀心得報告 類似那樣 教完之後的那堂課 老師就讓我們看電影版 然後就是非常好看 就是因為我們的CDS 就我們上課的地方 下面也有一個像是auditorial的地方 所以就是很空產了 然後那時候都沒有人 然後我們就放那個電影來看 然後老師還準備就是爆米花燈 就飲料我覺得 這也是太佛心了老師吧 而且我們課很小 就我們是 它是seminar 所以就15個人而已 所以我很喜歡 那今天呢又有一個像是fewtrip的東西 就是我今天的課 不會在CDS 不會在我們一般上課的地方上 會去就是National Museum 就是一個博物館 然後這博物館其實 就是我其實不知道它跟duke 確切的關係 因為它其實是在就是 我們東校區跟西校區的路上 就中間那裡 然後duke的學生去也是免費 所以應該是 我覺得duke university 也有co-solid sponsor 不過它就是一個 非常decent的名字 就是它就是一個博物館 雖然就比較小型的 也不是說博物館 就是展覽 就有時候會有畫展 或是什麼展覽在那邊辦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去那邊 類似上課看展覽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去那邊後面 然後好像前半段是看展啦 後半段老師會請一個Museum的人 就是跟我們吃飯聊聊天 就是喔那邊有個National Cafe 就是有點心 就是附屬博物館的咖啡廳 因為很好笑老師上解課的時候 有給我們看它的Menu 叫我們說先選好你要吃什麼點心跟飲料 就免得當天在那邊選太久 所以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要點什麼 對大致上就這樣 那我現在 因為還有大概兩個小時才到3點 所以我先去念念心理學 大家等會見啦 對大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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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邊跳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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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